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 昨天清晨发生巴士坠谷夺命意外 一辆载有几十名乘客的巴士 在迪亚末地区的山脉路段拐弯的时候 不知何故突然失控直坠山谷 造成20个人罹难 另外有21名伤者送院治疗 地方政府发言人证实 失事巴士原本是从东部庞哲普省的 拉瓦尔品市 开往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北部山区 不料飞来横货滚落山谷 当局事后展开救援行动 抬出死伤者 并把伤者送往临近的医院救治 巴基斯坦道路情况恶劣 加上驾驶者频频违反交通规则 因此当地不是传出致命的交通事故 会员个人当地的交通事故 决定人士 不知 会员 有国人当地的交通事故 反正的交通事故 并且发现 不知 会员 有国人的交通事故